欢迎老妹啊 这个酒吧兼职到底是干嘛的呀 酒吧里面做酒水销售 哦 那为什么要兼职呢 因为他不需要我天天去 哦 导购 对 导来一个男朋友是吧 啊 也对 啊 怎么导来的先把这一段跟大家讲讲 就是我不认为销售手机吗 啊 啊 他爸是我的一个顾客 就是老年人嘛 他就是有的时候一些功能 他不会嘛 啊 完了经常过来找我 我就特别耐心的为他解答 完了帮他弄之类的 啊 他对我印象特别好 我说一来二往不正交流 这不哪科嘛 他知道我呢 一直没有结过婚嘛 就想着把他儿子结个手给我了 啊 就介绍了 对 您这39岁没结过婚 没有 原来吧 其实自己也挺挑的 挑了三四十个吧 挑了三四十个 将心就是 来回相亲嘛 我也特别挑 但是吧 现在不是都39嘛 这都该40了 我都感觉40是一个卡 我想都赶紧的结婚 我先问一下秦先生 42岁 您是有过婚姻的吧 有过一档婚姻的 有孩子吗 有孩子 孩子跟谁 孩子跟我呢 女孩有奶奶带的 怎么看上这个男人 又离过婚 又有一个女孩 就是外表吧 我感觉挺可以的 倒是帅 对啊 他就是把有点傻傻的呆呆的那个 怎么看出来一个人还傻傻的呆呆的 就是接触啊 就是因为出了也就三个月吧 他因为总爱乱花钱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把你的公司卡给我 给了吗 给我了 当时就他为我了 这是够傻的啊 就是三个月就把自己的公司 我感觉我掌握这个男人的金钱了 我肯定能掌握到他呀 哎呀 您倒是真不傻啊 真给啊 给了 仨月 工资就给了 给了 是傻傻的憨憨的 但是接下来 就有不少的矛盾出现了 那咱就说矛盾 他自己总有自己的小心思 比如说 先告诉我 结婚以后呢 咱俩便要小孩 那我本身就没有小孩 我肯定想要一个自己的呀 对吧 不想要孩子 对呀 为啥 因为我之前有过一段婚姻 有过一个孩子 人家没有啊 而且我考虑他属于大龄 都是为了他身体着想 说不要这孩子 也可以 是也可以 还是坚决不要 坚决不要 但是我感觉一个女人 必须有自己的孩子 因为我本身 我就不是很喜欢小孩 那你不喜欢 不能有我不喜欢呢 那我心里肯定不舒服啊 我也是觉得 我已经有一个孩子了 再要一个孩子 压力更大 但是俩孩子 你这么想 俩孩子他也是半啊 现在要二胎多多呀 他们能力有限 所以这是第一个冲突点 sun complex 月 预告 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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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山